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分三三秒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东北风所带的水气又增加 实际上是从昨天晚上开始 昨天晚上就已经提醒大家了 傍晚过后呢 水气会增加 偶尔会飘以北部地区来讲呢 会转为偶尔飘雨的天气状况 那东部地区呢 降雨的情况呢 更是明显 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形态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 那么各地呢 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呢 是明显的有雨或者是多云的天气状况 尤其是在东部地区 包括了像宜兰的苏澳啦 南澳这一带啦 那么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了 所以包括了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朋友 出门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啊 中央气象局呢 也针对了宜兰地区 发布了大雨特报 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所以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所以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 我所信啊 就是白天呢 这个水气呢 会慢慢地减少 东北季风呢 也会减弱 那这样子温度呢 会逐步地回升 然后同时呢 降雨的幅度也会逐步地减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 是多云时阴短暂雨 降雨几率有50% 所以出门应该是要带雨距的 这地区的朋友 那么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就完全不受影响 多云到晴 降雨几率只有10% 那么至于在澎湖地区 也是多云到晴 降雨几率也是10% 那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呢 白天的温度是21到24度 中午前后的温度呢 会稍微降低一点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还是非常的温暖 22到30度 东部地区是21到27度 澎湖地区是22到25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高雄 宜兰 花莲都是22度 台中只有21度 台南跟澎湖23度 台东是24度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持续的上涨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 在台积电被这个多家的基金公司 尤其是巴菲特的这个波克夏公司呢 投资了之后呢 带动台积电的ADR是狂涨 也激励了非层半导体 好 道州工业指数呢 上涨了56点 刷盘指数是33,592点 涨幅0.17% 纳萨克上涨了162点 刷盘指数是11,358点 涨幅1.45%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34.66点 刷盘指数是3,991.91点 涨幅0.88% 非层半导体则是大涨了82.56点 刷盘指数是2810.61点 涨幅高达3.04% 非层半导体的大涨啊 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台积电啊 台积电的ADR呢 一口气大涨了10.52% 事实上昨天凌晨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时间点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说 哦 要注意哦 因为呢 波克夏公司买了台积电 而且不止波克夏公司 老虎基金 然后另外我们现在 今天呢再传出来的是 包括了这个索罗斯基金 还有包括了这个 瑞达利欧底下的桥水基金 都买了台积电 都在第三季买的 所以呢激励台积电的股价呢 大涨那也带动了 非层半导体 好 波坚凌晨呢 有一个新的消息啊 还是要关注一下 因为这个消息呢 一度使得美国股市的 稻穷呢翻黑 标普呢拉到平盘 这个呢是根据 美联社的报道 说呢俄罗斯的飞弹 越境进入了 北约的成员国波兰 造成了爆炸 然后也造成了两个人的丧生 好那波兰呢已经证实 那么在这一个波兰的境内呢 发生了爆炸的事件 但是对于这个爆炸案呢 它所这个是不是 由俄罗斯的飞弹越境 而攻击到了波兰的境内呢 所造成的波兰呢 没有表示更进一步的讯息 那这个讯息如果说是俄罗斯 对于波兰的攻击的话 那影响会非常的大 因为它是北约成员国 北约可能就要启动了 所以呢这个讯号呢 对于后续的影响 其实很大的 那我必须说到目前为止 波兰并没有证实 美联社所说的 说这个爆 这个这个轰炸呢 是由俄罗斯所造成的 它认定跟不认定 影响也非常大 事实是一回事哈 就事实可能就是 但是呢 这个事实的认定跟不认定 其实都对于后续 战争的发展形态 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要关注 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那么以今天凌晨呢 这一个收盘的 纽约期货价格呢 是上涨了1.0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86.92美元 涨幅1.22% 北海布兰特原油 上涨了0.7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93.86美元 涨幅0.77% 那至于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涨跌互建 这价格黄豆期货 上涨了0.64% 这价格小麦期货 小跌了0.09% 这价格玉米期货 上涨了1.1%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则是跌多涨少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小跌了0.1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 1776.80美元 跌幅0.01% 那么白银的期货呢 大跌了2.69% 铜的期货跌了0.35% 把金的期货 则是上涨了1.9%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元指数 因为昨天呢 美国所公布的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 要比预期来的低 甚至于要比前一个月来的低 这个呢都带动了 市场上面呢 这个认为 那些通膨见顶的迹象 似乎更加明确 所以呢 美元指数呢 继续下跌了0.15个百分点 来到106.51 几个主要货币啊 就包括了欧元英镑 还有日元呢 对美元都是升值的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是涨多跌少的 英国金融市报 百分比价指数 下跌了15点 跌幅0.21% 泛国巴黎镇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32点 涨幅0.49% 德国法兰克服指数 上涨了65点 涨幅0.46%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所以美股开高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劳工部所公布的 生产者物价指数 其实比预期要来得和缓 好 那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是非常重要的 通货膨胀的领先指标 因为如果厂商的物价成本 都在往上升的话 势必要反映在 它的这一个商品上面 好 结果美国呢 10月份的 生产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是8% 如果跟9月相比 8.4%相比的话 诶 增加的幅度明显下滑 而且也比预期要来得低 那么核心CPI就扣除掉 食物跟能源之后呢 那么年增率呢 是6.7% 那么也比9月份要来得低 也比预期要来得低 如果就一个月一个月来比的话呢 生产者物价指数月增0.2% 核心PPI 它的这个年增率是0 就是月增率是0 就跟前一个月完全相同 这些都比预期要来得低 所以呢更加的证实了 美国联准会恐怕在 这个12月的时候呢 会降低它的升息的幅度 目前呢按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Fedwatch的这个利率期会来看的话呢 认为12月升息两码的几率呢 已经拉高到85.4% 那么认为是三码的呢 只剩下15%不到 好 接着但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英国的房地产啊 现在会不会面临狂跌的一个局面 这是根据呢 英国最新的房市的调查显示 如果排除掉英国疫情2020 这个这个COVID-19呢 爆发之后呢 它所第一波的这个封锁期 对于房地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啊 之外扣除掉这个极端的时间之外呢 今年10月 新购屋的巡价单 它的量子低创下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的最低 所以我们看到呢 包括了德国的贝伦贝格银行的经济学家 认为那么整个的这个英国的房市呢 房价呢 在明年上半年会下跌10%以上 而英国最大的房贷放款机构呢 更悲观 认为明年呢 这个英国的房市可能会跌三成 它的房价会跌三成 那其他的包括Royt and这个巴克莱呢 他们的预估各有不同 18%到22% 现在呢 如果根据牛津 他针对18个已开发国家做的调查 里面有9个国家的房市即将走下坡 除了英国之外呢 包括了像加拿大 还有荷兰 以及澳洲 纽西兰 都是下跌趋势很明显的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日本昨天公布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 意外的 激增年率呢 是负的 1.2% 显现呢 就是一方面日元重变 它进口物价越来越高 二方面呢 它的出口似乎成长的幅度是有限 那这个呢 就通通的影响了 它的内部的消费 好 所以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之下呢 第三季意外的经济呢 是萎缩的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 不过德国的经济景气呢 出现了指数上面的这个上扬 那么11月的经济景气指数呢 比10月份 整个大幅度的上扬 从负的百分 负的36.7 上升到负的这个 负的72.2 上升到负的36.7 要比预期来的好一点 不过都还在零之下 另外呢 澳洲因为升息放缓的 这个迹象越来越明显 所以澳洲的经济信心指数呢 已经回升到了 百分之2.7 这个是9月初以来 首度的出现了反弹 好 所以无论如何呢 现在经济讯号呢 还是疲弱的 根据这个伦敦金融时 伦敦金融时报的 这个研究 他们认为 现在包括了 美国联准会 包括了英国央行 跟欧洲央行 还有瑞士央行 跟加拿大央行 未来呢 那么会放缓升息步调 只升息两码的几率 是越来越高了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亚马逊 那么可能要裁员一万人 当然这占亚马逊的全世界的 这个员工占比只有百分之一 可是呢 这一个裁员也凸显出 科技公司的过去的扩张 现在必须要走向紧缩了 好 另外呢 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呢 还在持续 高通呢 为了要去中化 那么现在传出来呢 它只保留了大概五成的 这一个头片呢 是由这个大陆的金元代工公司 中心来这个代工 然后其他的要寻求 非中国大陆的金元代工厂 那当然这里面台湾的 这一些成熟制成的代工厂 就可能有机会 有转单的效应 那它保留的五成主要是呢 本来这一些手机晶片 就是要供应给大陆的客户 所以它保留在 所以只有在给大陆的 这个客户的金元的 这个单子呢 是要给中心的 其他的可能都必须要移出 另外也传出来说 长江存储这个是呢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发展 速度非常快的封测页啊 可能在12月初 就会被列为 美国的贸易黑名单 好 另外昨天的中国大陆 所公布的10月份的经济数据 全数下滑 不管是工业增加值 或者是投资 或者是消费 尤其是消费 10月份的消费呢 不增反减 那么年增率呢 那么来到了 负的0.5% 凸显呢 整个疫情风控的状况 对于整个经济的冲击扩大 尤其在房地产市场的部分呢 10月份的投资呢 可能要比去年同期 年减16% 1到10月呢 是年减8% 好 不过昨天入港股的部分呢 还是上涨的 主要反映的就是 习拜会之后呢 显现出来 中美之间的状况 是在改善当中 所以呢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 上涨了50点 收盘指数是3134点 涨幅1.64% 深圳城市大涨了237点 收盘指数是11351点 涨幅2.14% 香港恒生指数大涨了680点 收盘指数是18300点 涨幅3.86%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昨天呢 当然最震撼的消息就是 波克夏 而且不止波克夏 包括了老虎全球管理公司 还有桥水 以及索罗斯资本管理公司呢 都在今年的第三季 那么买进了台积电 这是根据美国呢 证券交易委员会呢 他们所拿到的13F的 这一个申报资料呢 所显现出来的 这里面呢 波克夏呢 买了这个台积电呢 一口气就买了 6010万张 6010万股 这个是ADR 那换算成为 这个我们现在台北股市的 一张一张来看的话呢 那是买进了 28万张的普通股 现在一要呢 这个波克夏呢 就成为了台积电 可能第五大 第六大的股东 那么这一点呢 就使得我们昨天看到 外资呢 继续的狂回补台积电 也狂回补台股 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呢 买超台股的金额 超过300亿 来到347.95亿元 主要买进的对象 其实就是台积电 那么连续三个交易日呢 就已经买超了台积电 402亿 就三分之一都是买台积电 这也激励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一口气大涨了 371点 来到14568点 好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昨天很重要的一个 市场上的一个讯息 另外呢 新台币的部分 昨天也小幅升值了 1.1分 来到31.05 1.10 感谢观看